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安禄山的迅速崛起 后世的学者有不少人在探究 为什么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唐玄宗面前的红人 难道真的是安禄山太会表演了 骗过了精明的唐玄宗 以至于最后他发动安史之断 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 安禄山的迅速走红绝不是偶然 是李林甫的私心在作怪 李林甫的杜贤技能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但是唯独对一个人他格外开恩 此人就是安禄山 就是对这个人的格外开恩 安禄山才能迅速窜红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李林甫身上包藏了什么私心 安禄山走红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第四集 笼络安禄山 上一集我们说到李林甫呢 视安禄山为手中的一张好牌 他看中了安禄山什么地方呢 他看中了安禄山两点 第一是没有文化 第二点他是个胡人 这不是一个多多怪事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事 难道李林甫呢 会去视一个出野为至宝吗 大家可能要问 是不是李林甫也是一个出野无知的人 才会和安禄山的同病相邻 因为旧唐书李林甫传 就明确记载李林甫这个人 字无学术 仅能禀敌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呢 不学无术 文化只够他写写文章 一般性的文章 这个说的其实是说 他不是近世科出身 对文词师父没有兴趣 而不是像安禄一样 目不时钉 见识文化 其实李林甫呢 他是皇族出身 所以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 他其实是很懂文化 他更知道文化对唐朝是何等重要 一个国家越发达就需要越高的文化知识 从李世民建唐以来 担任宰相的 各个都是能文能武的人 我们随便举两个人 一个是李靖 托塔李天王李靖 一个是李吉 瓦岗军的徐茂公李吉 各个都是能文能武 所以他们出去是将军 回来就是宰相 这就是唐朝出将路相 这么一个用人原则 玄宗时期的宰相 也都是这么一种用人原则上面提上来的人 而李林甫 他很明白唐朝用人的原则 只不过他感觉到这样提上来的人 对于他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我们知道这政治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一个人就能翻起大浪 李林甫凭着他一个人 要去改变唐朝的整个用人的原则 这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他遇到一个很好的时机 遇到了正好唐玄宗 当了二三十年的太平天子 他已经懈怠了 他已经怨倦了 他想把这个国家的政务 交给一个能干的人 替他去搭理 他抓住了玄宗这个心理 而且他抓住了玄宗另外 还有一个心理 他想建功立业 想成就一代伟大的君主 这么一种名誉 所以他就跟玄宗说 说皇上啊 这个以您的雄财大略 以咱们大唐今天的财富 我们应该呢 是要讨灭遗敌 可是今天我们还不能讨灭遗敌 那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文官怯懦 贪生怕死 他们不能打仗 所以我们要重用一批呢 能打仗的将军 将军里面最能打仗的是胡人 所以我们要用藩将 藩将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能争善战 而且藩将呢 出身贫寒 在政治上没有背景 他们就不能拉帮接派 不能成为朝廷的威胁 玄宗觉得此祭大妙 很好 所以玄宗呢 就开始有意识的 大量任用藩将 胡人的将军 唐朝把他称为藩将 用藩将来当边帅 对于任用藩将 李林府也给玄宗一个处方 教他怎么去任用 怎么去驾驭这些藩将 他给玄宗一个办法 就是说 陛下乘以恩恰其心 彼必能为朝廷尽使 只要你恩恰致其心 他就一定会为朝廷卖命 恩恰致其心 就是说你给他好处 利用人性的弱点 他想要的 给他一些田头 他就会为朝廷 卖命为朝廷去使 唐朝人从旁边在观察这一对军臣 旁观者清 人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唐人留下一个记载 说他们这个军臣关系是怎么样呢 是 这一段话什么意思 这一段话说的是 玄宗晚年得到李林府以后 就养成了一种军玉 什么是军玉呢 玄宗当皇帝都当了三十年 怎么到今天才讲什么叫做军玉呢 其实不是说他要当皇帝 而是说他现在才开始在享受皇帝这个位置 怎么享受 刚毕自用 唯我独尊 刚毕自用唯我独尊 他就出现第二个倾向 就是从历经图治 转为以富贵治乐 当太平天子 这个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人记在里面也说到他 从此以后罕见大臣 事情都通过李林府来告诉他 第三点 他不想再听 他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从来听不到逆耳之言 他都要听顺耳的话 把不同的声音都视为逆耳之言 所以李林府这种都说到他心里想说的话 这种人就被重用了 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奸臣 一个全城能够蒙蔽圣上 这我想是小说的事情 实际上是皇上自己想蒙蔽自己 因为皇上蒙蔽了自己 所以才要全城奸臣上来 在这个大背景下 安隆山登场 李林府也是因为政绩 才提拔到朝廷任职的 所以他深知 唐朝的用人制度 是他企图长途把持朝政的最大障碍 只有破坏这套制度 才能大权独揽 当然 一个人是掀不起大当的 李林府遇到了眷于政务 想尽情享受太平的唐玄宗 这才有了可乘之机 他在引导唐玄宗奢靡祥乐的同时 悄悄地变更制度 他劝玄宗用武将最好用贫寒的胡人 他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骁勇善战 而且他们出身贫寒 所以在政治上孤立无援 不会拉帮解派 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 重用他们可谓是一举两得 那么在李林府的踪恿下 唐玄宗会如何重用安禄山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之 笼络安禄山 问题我不禁要问 是不是说凡是胡人 凡是没有文化的人 他就一定要造反吗 话不能这么说 未必如此 我们能看到很多出身贫寒的胡人 为唐朝出身路是一辈子忠诚 那么为什么安禄山会变了呢 皇上这么宠爱他 提拔他 他为什么后来要造反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李林府给玄宗开的这个药方 要笼络他恩恰其心 可是这个方子被唐玄宗滥用了 用得很糟糕 玄宗第一个笼络的办法 就是用高官后路 我们看他怎么笼络安禄山 他喜欢上安禄山以后 他就一再地打破唐朝的制度 大加封赏 所以安禄山不但当上了泛阳 贫庐两大阶度使 才过了三年 也就是天保六载 玄宗又加封安禄山为玉使大夫 我们看天保元年 安禄山当了阶度使 大驱司令 才过了三年 玄宗又把他提为玉使大夫 玉使大夫呢 是什么官 是国家最高的检察部门的首长 检察官我们知道 在古代的制度里面 和宰相基本是平级的 所以他这个级别 一下子就把他提得这么高 安禄山的两个妻子 都被封为国夫人 玄宗觉得还不够 第二年再加封安禄山 为柳承俊开国公 爵位上封为开国公 这一般都是开国元宣 才拿得到的 还赐给他免死的铁券 凭着这个铁筑成的券 他也可以免死 玄宗为他还特地下诏 说什么呢 说用其才者 逼拔与长轮 利貌吉者 一钞与疑点 也就是说用特别接触的人 就要超常规的提拔 所以他再一次 超常规去提拔安禄山 天宝九仔 玄宗干脆就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封到王 你想唐朝开国 李靖李吉利那么大的功 替唐朝打下天下 都不能封王 安禄山没有寸土之功 他就封王了 所以我说这不是破格 简直就是出格 出格封赏安禄山 到天宝十载 玄宗再次任命安禄山为 河东皆渡使 那简直就是把唐朝的命运 交到安禄山的手里 这话怎么说 我们看看地图 我们就能清楚 安禄山本人已经 接了两大阶度室 现在在接第三个阶度室 他原来拥有雄兵十三万 河东也是个大军区 他正好处于 整个北方防线的中部 所以安禄山现在是从 辽宁的朝阳到北京到太原 这一片全归他管 山西是中国区分东西的一个界限 山西以东都归安禄山 山西以西归朝廷 所以他在房区上 几乎和朝廷是平分天下 这一块地区对唐朝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 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渊是从太原起兵的呀 太原和首都长安 只有一条黄河之隔 所以从太原直奔长安 就可以直到首都 这个位置不但是一个大区 而且极为重要 又是唐朝起家之地 视为最重要的军区 现在也把它交给了安禄山 这个军区兵也很多 一加起来 现在安禄山手头竟然掌握了 18万的军队 也就是说在整个唐朝十大阶渡时 整个对外防御的野战军里面 安禄山占有唐朝 百分之三十八的军力 将近一半的军队抓在他手里 那么我们看 在政治上 唐玄冲对安禄山的拉拢 官位已经封到了三大阶渡时 玉石大夫 爵位已经封到了王 唐玄冲已经没有东西能封他了 安禄山还很年轻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封赏他 再封赏比王还高就剩下皇帝了 所以安禄山他想当皇帝 是唐玄冲把他宠出来的 记得当年贤相张九龄 曾经劝谐过玄冲 叫他千万不要拿官 作为财务去封赏 玄冲不听 把张九龄给撤了 现在玄冲就是拿官职 像金银财宝一样拿来赏 拿来封赏 所以一个一个的官赏给安禄山 安禄山仅仅只用了八年的时间 他的爵位已经封到了王 再往上就剩下皇帝了 已经没有官可以赏他了 所以玄冲已经没有办法 在满足安禄山了 从此以后玄冲只能和安禄山 没大没小的打闹兮兮 仿佛拉近了和他的关系 笼络了他的心 其实这种没大没小 毫无距离的军臣打闹 反而让安禄山从此看清了玄冲 他已经在泛阳镇 在那边筑城储藏军备 伺机而动 宠信安禄山 唐玄宗格外大方 两人已经超越了君臣之间的界限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之 笼络安禄山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李林甫认为 大字不识的藩将 不管他们如何立功 都无法入朝当宰相 也就无人能够 对他的地位构成竞争 这条计策看成是釜底抽薪 一劳永逸地保证 他对权力的长期垄断 其代价却是让唐朝人才 备受最惨 肥了私欲惨了国家 问题是精明一世 糊涂一世的唐玄宗 还沉浸在他的美梦中 他和安禄山的关系 也越走越近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之 笼络安禄山 玄宗笼络安禄山 第二个手段 那就是用丰厚的物资来赏赐 为了笼络安禄山 玄宗不断地封赏他 他在长安 专门去替安禄山 看了一块好地 这个好地给他盖个宅子 身宅大院 最好的地割一块 割下来 亲自让国库出支 给安禄山盖大宅子 盖了一个不够 再盖一个 玄宗晚年和杨贵妃 很喜欢在华清池沐浴 所以呢 在华清池盖了很多的宫殿 想起了安禄山 在华清池也给他造一个 造得金碧辉煌 史书记载说 这个宰子造的是宛若天造 像鬼斧神宫一样 造得特别漂亮 造了以后 还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都由皇上赐分给他 那可是金银器 唐朝的金银器 是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我们如果有机会 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到法门市博物馆 去看看那些皇室的金银器 那是何等的精美 渐渐都是价值连城 玄宗给安禄山的金银器 比玄宗自己用的还要好 玄宗呢 他把最好的给安禄山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胡人眼高 咱们不要让人家看了寒秤 所以他把最好的器物 也都给了安禄山 就为了讨得安禄山的高兴 还把很多的丰富赏给安禄山 不停地下招表彰他 这个表彰他 甚至表彰到安禄山呢 就是唐朝的当代的孙子 是孔明再生 你看到那个玄宗表彰安禄山的造书 你都会看得傻眼 你根本不可想象 这竟然是个皇帝 在吹嘘一个部下 变成是这么一种情况 特别是安禄山生日的时候 玄宗送给他的礼品 那是光是一个礼品的礼丹 就能拉出一条长长的长卷 封上这么多东西 渐渐价值连成的器物 玄宗还觉得不够 第二天 再赏赐他许许多多的山珍海味 让部下用专门打造的金银器 盛着这些山珍海味 敲锣打鼓 轰轰烈烈地送到安禄山的家里去 惊动了整个京城 他就是不停地用这种物资 来笼络安禄山 第三个笼络安禄山的手段 他是给他破格的领域 安禄山当上泛阳阶渡使 从朝廷回到泛阳去 玄宗下令朝廷里面 宰相以下的百官 都去给安禄山践行 这风光不就是一个泛阳阶渡使吗 他出朝要百官给他践行 那么安禄山无限的风光 后来更出奇更离谱 玄宗竟然在自己上朝的玉座旁边 前面打造一个金鸡杖 这金鸡杖里面放着一个座踏 让安禄山坐在里面 卷起帘子来 所以我们看上朝的时候 皇上坐在朝堂中央 旁边就坐着安禄山 所以安禄山也坐在朝堂上 他和九五至尊 只有知尺之遥 玄宗宴请百官的时候 让安禄山从玉藏里面走出来 原来就像皇帝一样 所以这个礼遇是太出格了 出格了连太子 这个在他父亲玄宗面前 平时一言都不敢多说的太子 都看不下去 所以去劝玄宗 说自古正殿 无人曾坐之礼 陛下宠之太甚 必将交也 就劝他父亲 你给他的待遇太过头了 他一定会变成一个交兵汉将 所以谁都看得出来 玄宗宠安禄山太过头了 但是玄宗没有听进去 没有听进去 安禄山也觉得 玄宗如此待他 他也去测试一下玄宗底线在哪里 像他那个宰子洛城的时候 他就向玄宗提出来 要宰相 到他的宰子里面去庆贺洛城 要办洛城典礼 定了一个日子 这日子正好是玄宗约百官去打球的日子 冲突了呀 冲突怎么办 应该是安禄山改日子 不是 玄宗改日子 玄宗就下首令 安禄山要他首招 所以他就亲自首招 让宰相都去庆贺安禄山宰子洛城 他自己今天就不打球了 安禄山再是玄宗 后来呢 他干脆自己想要什么官 他自己朝你 朝你一个官 第一个玄宗 皇上啊 我想要当这个官啊 皇上你开 这个赏赏赐个官吧 几夫是有求比应 都答应安禄山的要求 所以安禄山对玄宗呢 可以说是一个傻娇 傻到尽头的孩子 要什么 给什么 在安禄山心目中 唯独对一个人 他是怕得要死 此人就是李林甫 那么安禄山为什么会怕李林甫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安禄山的克星 安禄山本是一个边疆放羊娃出身 即使后来当了军官 也是塞外苦寒之地 生活还是比较淳朴的 可是自从取悦于唐玄宗之后 安禄山的眼界 一下子就打开了 长安是大唐帝国的首都 花柳繁华地 温柔富贵乡 在唐玄宗的笼络下 安禄山和唐玄宗的关系 也越走越近 甚至超越了军臣 达到了一种私密的地步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笼络安禄山 第四个笼络安禄山的手法 那就是和安禄山打闹兮兮 没大没小 来笼络私人的感情 完全顾不上军臣之分 更奇怪的是 还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安禄山干脆 能够随时入宫 到宫中去 我们知道 大内禁忌最深严的 只要男人想进宫 那么你就进宫 安禄山不进宫 不当宦官 他又要整天出入宫中 是获得玄宗特批 这一道严禁的门槛 就被安禄山轻而易举地 把他踩破了 自从安禄山认 杨贵妃为干妈以后 那就是经常出入宫中 甚至呢 在后宫和杨贵妃对时 两个人吃饭 玄宗不在 他们两个人在后宫吃饭 所以当时就传出一些绯闻来 很多小道消息就传出来了 只不过呢 玄宗他不相信 任凭这些绯闻 在长安里面呢 大家焦头皆厄 津津乐道 不但这两个人在后宫里面 这个传出很多绯闻 而且呢 玄宗还亲自为他们住心 和他们一起玩 安禄山呢 他的官运 我说他的官运呢 是和他的体重 是同步增长的 安禄山是一个非常肥瘦的人 肥瘦到什么程度 唐书上面记载 唐人的记载说 他体重350斤 350斤重 所以呢 他不能骑马 他这个骑马 马都会被他压垮 部下为他专门要挑战马 挑出来特别健壮的马 要先载500斤的东西 在500斤能拉得动 能跑的马 才给安禄山用 即使是这样的马 都被安禄山呢 骑上去 累死了不知道多少匹 所以唐朝的驿站 我们知道呢 这个官道上面都有驿站 这个驿站跟驿站 一站之间有一个官方定下来的距离 比如说40里 1亿 驮着安禄山的马 是走不到40里的 因此要专门在中间给安禄山 另外再加设一站 让他能换马 安禄山呢 他骑的马 坐的马鞍也与众不同 他富贵的越来越重 所以他的马鞍呢 是一个坐人 前面还一个小鞍 还捧着他的肚子 是这么一个马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身材 也成为一种笑料 可是安禄山有一点 他虽然很出眼 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他和唐玄宗和杨贵妃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他们喜欢什么呢 喜欢乐舞 我们不要忘记 安禄山是个胡人 所以呢他乐感很好的 有一次在宫内 他听到黎原地址 拉起这个悠扬的曲调 看到那些身材窈窕 阿罗多姿的宫女 在那边翩翩起舞 安禄山心也痒了 他也动了 扑通一声 跪到玄宗的面前 上座 我也要替皇上 跳一曲乐舞 玄宗一听愣了 就你这副身材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玄宗觉得挺好玩的 好 准重 安禄山爬起来了 这时候简直是奇迹出现了 看着安禄山自己手捧着肚子 坑哧坑哧地走到舞场中间 随着这个乐曲声 他竟然跳起来了 而且越跳越快 跳的是弧弦舞 弧弦舞跳下是飞快的旋转 越转越快 最后呢大家就看到一坨漏在那边转 弧弦舞可是来自西域的 他这个奔腾欢快 有很多是灯榻的舞步 白居易曾经为这弧弦舞 学了一个很有名的诗 叫做弧弦女 弧弦女 心硬弦 手硬鼓 弦鼓一声 双秀举 回血飘摇 转棚舞 左旋右转 不知疲 千诈 百万周 无以时 人间物美 无可比 奔车 幻润 旋风 像旋风一样 飞速转的舞蹈 安山能跳起来 以至今天我们看到 五代那些墓葬的墓砖里面 画的胡人 跳弧弦舞 就是堵皮露出来 飞快地在那转 我想就是曲子 安禄山跳 胡弦舞 这个故事 看到安禄山这一跳 大家乐了 玄宗也高兴了 所以玄宗也激动不已 他干脆就选了一首 印度的凡伴 把它改编为有名的舞曲 叫做霓裳雨衣曲 玄宗亲自抚琴 为他们两个伴奏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安禄山和杨贵妃 两个人队伍 这个军程都打闹到一块 所以什么事情发生 我想都不足为奇 天宝十载 这一年的大年出山 突然间安禄山接到了宫内的召唤 这回是杨贵妃召唤他来 安禄山进宫了 一进去 见到杨贵妃 倒头变拜 他才刚倒头变拜的时候 就被一帮宫里拥上来 一下子就把他推到水里面去 在水里面呢 把他大洗特洗洗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唐朝有个接触 叫做洗额结 孩子出生三天 要洗这个额子 叫做洗额结 安禄山我们最早介绍过 他是怎么生的都不知道 按他妈妈说的 他简直就是野生的 所以他妈妈也记不清楚 他到底是哪一天生的 就给他取个好日子 大年出一生 大年出一生 那出山不就是洗额结吗 所以安禄山不知道 杨贵妃记得把他招进来 招进来一帮宫里 把他推到水里面 大洗特洗洗起来 安禄山知道怎么回事 他也就跟着胡天胡地的 跟你玩起来 听任宫里怎么洗他 洗完以后 人家已经准备一个 大大的墙堡 把他装在里面 这宫里扛着他 我想这三百五十斤 不知道要多少宫里 抬着他游街 里面是掌声欢呼声 闹成一片 在外面的玄宗 一听 里面怎么这么闹 所以他也走了过来 一看大洗 原来这么好玩 玄宗也参加进去 还给杨贵妃送他洗额钱 赏赐他洗额钱 从此以后 安禄山在后宫里面 就被称为路儿 路儿 安禄山的路 路儿 君臣没大没小 没尊没碑 玄宗以为 他笼络住了安禄山 所以有一天 在后宫 玄宗看到安禄山 那个大肚子 那肚子非常的大 所以据说 安禄山这个人 平时要穿衣服 这裤子拎不上来 所以他专门有一个 随身的小生 要用头 把他肚子顶起来 顶起来 腰带才能系上 是这么巨大的肚子 直接垂到膝盖 那么大的肚子 玄宗乐乐 就指着这肚子 说这胡人 这么大的肚子 里面装了些什么 安禄山那叫机警 回过头来脱口变粗 成肚子装的 唯有赤胆中心 唯有赤胆中心 这是好一个赤胆中心 自治是落必有生 玄宗听了多么开心 多么甜 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时候君臣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君臣之分 君臣的界限 君主的威严 博家的制度 其实都已经被打破了 都在这些嬉闹中间 所以在这个嬉闹中间 这个安禄山已经完全不害怕 唐玄宗了 他已经摸透了这个老皇帝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一点都不害怕他 威严尽事 能有敬畏之心 所以唐朝后来有个宰相 叫做杜佑 杜佑曾经写了一句话 他说 兵骄则足帅 帅强则盼上 骄兵就会把自己的统兵的将领 把他赶走 而这个将呢 如果太强就会反叹 将强就叹上 所以宫内这个 没大没小的嬉戏胡闹 玄宗以为获得了安禄山的心 杨贵妃以为 他收了一个火宝一般的羊子 其实呢 在安禄山的心里 他彻底的看透了这一对老夫少妻呢 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安禄山呢 借着这个玩的过程 把一个一个的官职拿到手里 把他想要的军需物资拿到手里 在范阳 已经开始在组成 在囤积兵器 在训练他自己的人 在提拔一帮 忠诚于他的 胡将 他已经在为日后 做准备了 我们不好说 他现在就是想起来叛逆 但是他确实已经在为自己做一个准备 起码他想割据一方 成为这个 华北这一代的霸主 这一代的独立山头的王 而玄宗呢 竟然毫无察觉 他把他的耳目 部署在京城 把朝廷里面的动静 打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说这一对军城啊 他是一个清醒 一个糊涂 一个用心 一个开心 所以各自玩着各自的游戏 这个游戏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就是安鲁山 他在这个游戏中间 他的语意日渐丰满 他也越变越交恨 他已经不把朝堂放在眼里 在上朝的时候 朝堂走到一个叫做农尾道 上朝的一条道上面的时候 就安鲁山和人家不一样 他走到这个地方 他会站下来 停在那一边 左右观看 左右闭音 他可能在做梦 梦着有一天 我安鲁山 也能从这里 风风光光地走上朝堂 我也能像玄宗一样 坐在那个高高的位置上面 接受万人的朝拜 但是梦总归是梦 安鲁山一身的戾气 是玄宗宠出来的 虽然如此 唐朝还没到 无人能管束安鲁山的地步 至少在朝堂里面 还有一个让安鲁山 这个浑身打寒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介绍